好 接下来产业界的重要消息 台湾记忆体公司TMC 他们希望台美日联盟一起来对抗韩国 这样的架构呢 现在已经是确定破局了 美光代表和南亚科董事长吴家钊 一起来召开了记者会宣布 将要自组联盟不会加入TMC 在未来呢 国内低润产业将要进入到 美系和日系鼎立的局面 美光代表于瑞德 华雅总经理高启全 南亚科董事长吴家钊 南科副总白培林 四个人一同召开记者会 宣布将自组联盟不加入TMC 美光呢 决定不参加TMC 在现在的这种架构之下 他决定不参加TMC 而且美光呢 运计呢会跟南亚科跟华雅科 有更厉切的合作 TMC整合尔臂达和美光体系破局 台美日联盟架构化为泡影 未来国内的低润产业将正式进入 美系和日系两强鼎立的时代 既然TMC有国发基金300亿资助 台素也希望能够比照条件和相同的待遇 希望也要求呢 这个南亚科外亚科美光这个PAM 得到跟TMC 台湾美国体系统一样的支持 因为有了TMC 所以能够push呢 美光能够把更多的一个技术 能够移转到这个南亚科技方面来的话 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经济部长尹启明乐见其成 但会不会补助 现在听来恐怕还有段距离 中文区院周商城翟轩 台报道 复杰区院周商城翟车 明镜市周商城翟车